就相关话题我们也不是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家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先生 你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 你好 你好 欢迎二位 那作为哈马斯政治局的领导人 而且呢也是长期以来以色列全球追杀的头号目标 又在当前这样一个巴以冲突的背景之下 那么可以这么说啊 这个哈尼亚他的行踪应该是哈马斯的一个最高的这样一个机密了 尽管这次呢他是公开的来到了伊朗来参加伊朗总统的就职典礼 但是他怎么去的 然后下榻在哪里 什么时候走 怎么走 这些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 但是袭击还是发生了 我们看到呢伊朗媒体报道说呢 是哈尼亚的保镖泄露了导致他遇袭的这样一个关键信息 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这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媒体的捕风作用 包括伊朗说是那个哈尼亚的保镖泄露了那个信息 那么今天也有俄罗斯的电视台说是哈尼亚的手机里被置入了间谍软件 这种其实可能性都并不是那么大 因为这些消息是实际上还是传统的观念 认为现在的情报机构的活动的规律还跟以前一样 还是跟小说里写的一样 但实际上现在 现代情报机构的活动的规律和方式跟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区别 现在情报机构是一个庞大的综合体验 现代情报机构从空中的卫星到天空中的无人机到海上的舰艇 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 一般像重要的情报 一般都是人力情报 信号情报和科技情报 技术情报结合起来互相应证 所以单靠像以前那个小说里古代写的靠一个线人 一个间谍提供一个什么就确定的一个事情 它是很难的 特别是像哈尼亚您刚才讲的是以色列的头号目标 针对哈尼亚肯定是以色列情报机构 各情报机构配合有专门的公关小组 肯定是很多人就是从天上地下各种情报随时收集 因为哈尼亚跟加沙地区的新娃啊 戴夫啊 他们这些人不同 因为哈尼亚是一个公众人物 就是他在多号的时候 他每天也公开参加活动 就在过去十个月里边 他也出过几次国 也去过土耳其 去过伊朗 就这些行程都是公开的 所以对他的情报的跟踪肯定是各部门配合 早就每天都有更新 所以那个他去伊朗肯定是以色列就是 之前就早就好几个月 甚至可能一两年以色列对他的行踪对他的情报的来源都已经那个掌握了 只不过是以色列要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来执行 就之前的暗杀也是这样的 就上一次2020年美国在伊拉克暗杀伊朗革命卫队胜存力的司令 苏莱曼尼的时候也是 就美国说早在两三年以前 美国就掌握了苏莱曼尼的行踪了 但是美国一直没有下的决心 说在什么地点 什么时间来那个暗杀苏莱曼尼 包括今年7月13号 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当时暗杀哈马斯的那个在加沙的爱好人物 大夫也是那样 就是在几周之前 以色列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当时加沙的一个旅的旅长 他家的住处的情况 但是以色列一直按兵不动就等着 一直等到说那天大夫去他们家 以色列才去行动 所以关于那个情报来源的问题 可能以后也远远不会知道 因为情报来源是一个情报机构最绝密的东西 所以以后关于这一次哈尼亚的情报来源 是什么以色列也不会公布的 所以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官方的或者权威的信息非常有限 那么媒体爆出来的这些信息呢 我们就要客观理性的综合进行一些分析 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媒体呢也有一个报道 说这个袭击发生在当天凌晨的两点左右 是以色列自己制造的一个叫长丁反坦克导弹 击中了哈尼亚他的卧室 有目击者表示说呢 他的这个卧室的墙壁 包括门窗啊 都受到了严重的这样一个损毁 那段老师 这个长丁反坦克导弹 他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这条消息的可进度有多少 之前呢 对于哈尼亚住所的奇迹行动 一般是四种打击方式的猜测 首先是F-35战斗机 凭借强大的衍生能力 经过1500公里的飞行 使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或者导弹 对地位目标发动打击 第二呢 是使用赫尔木斯这种无人机远程飞行 然后躲避各种防空体系 对目标发动打击行动 另外呢 就是使用这个悬翼式直升版的无人机 发动打击行动 最后就能提到的 如果是特务人员近距离使用长丁导弹 对目标发动打击也可能 但是从网上现在这个破损的程度 包括袭击的部位去分析两个点特关注 第一它是水平弹道 而且呢 对地下没有贯穿效应 另外呢 爆炸面积很有限 最两点说明呢 这个袭击的武器装备 有可能它不是来自于高空 如果F-35投掷GPU-39 在加沙地带 我们看那些打击景象 叫拆楼武器 所以它对地下木标的贯穿效应很明显 但这次水平弹道 没有对下部建筑产生严重影响 说明呢 从天到地的打击概率相对较低 如果使用霍尔木斯大型无人机 发射空地导弹 或者投掷这个GPU-39 也容易造成对地下木标的贯穿 所以这两种可能性 跟现场的这种损失状态相比呢 不太符合 那么剩两种状态 第一呢 就是现在悬一型无人机 如果它采取直升模式 然后再近距离发射长地导弹 攻击目标 也容易造成这种损毁状态 如果是人员在凌晨两点 占了一个相对隐蔽的目标 通过这个三脚架 或其他方式 对我们的发动攻击也有可能 所以这两种可能性非常大 但现在看来 要根据现场排查 如果是这种直升版的无人机 飞不远 肯定在周边它的电池会耗尽 在伊朗境内会发现这个东西 另外它这个飞机下面悬挂 这个发射桶也容易被发现 如果人员发射 那个三脚架 包括其他行踪也容易被发现 所以长顶导弹 作为一个大家族 它可以在战车 单兵和直升机 和很多平台上使用 所以如果是这种导弹 发起打击行动 机动灵活 而且很不容易找到它的地点 所以下 这两种打击方式相对合理 但到底是直升版无人机 还是人员发射了长领导弹 还有根据现场搜索的状态 进一步确定 所以要了解事件的真相 还需要更多的信息 尤其是真实的信息 逐渐地浮出水面 那么现在哈尼亚预期身亡了 这对于哈马斯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会不会按照 这个哈马斯内部的组织架构 会不会有人很快地 来接替它的职务和工作呢 哈尼亚被打死之后 对哈马斯内部 是有一定的影响 但对目前正在进行的 加沙冲突 特别是加沙地面上的 军事行动影响是比较小的 因为哈马斯的政治局 和哈尼亚作为政治局的主席 它主要负责的是 哈马斯在海外的 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事物 那么政治局和哈尼亚 很少参与加沙地面上的军事活动 或者说对加沙地面上的军事组织 它也很少干预 所以对当前的形势 它影响是有限的 应该在哈尼亚被打死之后 哈马斯应该会很快就会在选举产生 新的政治局主席 因为在哈马斯的组织结构里边 政治局是一个决策机构 政治局是由15个人组成的 那么政治局有主席和副主席 本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以色列就通过定点清除 在贝鲁特打死了 哈马斯政治局的副主席阿鲁里 阿鲁里的位置一直到今天 还没有布上 现在哈尼亚又被定点清除了 所以他不可能主席 副主席两个位置都长期困着 所以主席的选举 可能很快就要进行 主席是由谁来选举的呢 是由哈马斯有一个苏拉委员会 就类似于议会的一个组则 那么这个议会的组成人员 议会是有来自加沙的 约旦河西岸的黎巴嫩的 就是凡是有巴勒斯坦 奈米英的地方 他都有这个议员 但是议会本来应该今年就开会 但是因为加沙春土议会推迟了 所以议会开会才能选出新的主席来 但是在议会开会之前 一般哈马斯就会提出 一两个比较理想的人选 所以未来一段时期 可能先要政治局这些人 运练一两个人选 那么现在浮出水面的 靠在前边的候选人 一个是那个马萨 马萨也是资历很老 马萨也是在2017年 哈尼亚那个当选主席之前 他曾经当过21年的 哈马斯的政治局主席 所以他资格很老 但是呢因为在 阿拉伯之村的时候 他支持那个募集会 所以他跟伊朗 跟曾祖兰跟那个叙利亚的关系 那个不太好 这是他的一个那个缺陷 另外一个候选人就是哈亚 然后那个他跟哈尼亚关系不错 他跟加沙地区的那个关系也不错 他本身就是从加沙来的 然后他跟伊朗这方面也关系不错 所以他的势头最近也很猛 最近几个月他也密切的参加了 那个临时停火谈判 还有一个人就是马萨祖克 就最近来北京那个 签署北京宣言的哈马斯的副主席 所以有几个候选人现在 其实呢我们看到呢 就在哈尼亚遇刺身亡的第二天 伊朗呢就在首都的黑兰 为哈尼亚举行了悼念活动和葬礼游行 那伊朗最高领袖哈密内伊呢表示说呢 伊朗有责任为哈尼亚报仇 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8月1号 伊朗在首都德黑兰 为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举行悼念活动和葬礼游行 伊朗最高领袖哈密内伊出席仪式 并主持悼念活动 现场民众表示 以色列在伊朗杀害了哈尼亚 犯下恐怖主义罪行 伊朗必将对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 而作为以色列的支持者 美国同样负有责任 在悼念活动和葬礼游行后 哈尼亚的遗体将被转移到 卡塔尔首都多哈 哈马斯7月31号曾表示 哈尼亚的正式葬礼 将于当地时间8月2号在多哈举行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7月31号发表声明 指责以色列方面实施了暗杀 伊朗最高领袖哈密内伊表示 伊朗有责任为在伊朗境内 遭到暗杀的哈尼亚报仇 美国纽约时报在最新报道中声称 哈梅内伊已做出重大决策 下令对以色列发动直接军事打击 另一方面 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 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所有政府高官 发布了加强安全指导方针 此外 以色列加强了全球外交使团的安保措施 由于担心事态升级 以色列军队已在该国北部搭建移动避难所 哈梅内伊说呢 伊朗有责任为哈尼亚报仇 而美国纽约时报自爆料说的 说其实哈梅内伊已经下令 要对以色列发动直接的军事行动 您觉得伊朗会这么做吗 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哈梅内伊下令说 对以色列发动直接的军事打击 但是哈梅内伊没有说 直接的军事打击 是从伊朗本土对以色列直接军事打击 还是从伊拉克 还是从叙利亚 也能对以色列进行直接军事打击 就是从伊朗对以色列直接军事打击 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本来在之前 伊朗和以色列都认为 直接攻击对方的本土是一条红线 不能踩的 但是自从今年4月份 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本土 以色列攻击了伊朗本土之后 也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冲突 现在可能让伊朗觉得 这个再次对以色列本土进行攻击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风险确实很大 因为以色列现在通过那个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暗杀哈尼亚 以色列想传达的一个信息 就是以色列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对任何人采取军事行动 那么伊朗现在要反击 伊朗要实现的目标 就是伊朗要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如果以色列敢这样做 那么伊朗要让以色列承担不可承担的代价 就让以色列以后不敢这样做 所以对伊朗来说 一方面他如果要打击以色列 他打击的规模要足够大 能把以色列以后给吓住 但是呢规模又要足够小 不能引起以色列对他实质性的 大规模的包袱 所以对伊朗来说 怎么平衡这个关系 怎么把握这么微妙的这个关系 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对于伊朗来讲 在自己的首都 在自己的总统就职典礼期间 有全世界8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都在的时候 他的盟友的领导人遇刺 可以说让伊朗呢是颜面尽失 所以他这个报复呢是一定要实施 而且还要像您说的 还要有一定的规模 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来讲 那么外部的这种压力和风险又如何呢 这次袭击行动 让以色列周边的形势会变得非常复杂 本来加沙地带作战行动并没有停止 随着哈尼亚被暗杀 哈马斯的各种反击行动 各种作战行动还会进一步加剧 北部和珍珠党的作战行动 目前建在弦上 如果上一枚火箭弹 也发大规模的对抗行动 那么下一步在黎巴嫩庭内 针对珍珠党的打击行动力度 还会进一步增加 关键是如果在德黑兰 对哈尼亚进行暗杀行动 我想报复行动 有可能从不同方向展开 无法预测 比如伊朗目前如果没有办法直接 对以色列本土发动打击行动 那么第三方是一个合理选项 那如果叙利亚 包括其他点位的摩萨德组织 包括驻外使领馆机构 遭受到袭击行动 这也完全在打击范围之内 所以两国如果这个大国战争 通过全面冲突 可能相对降低 但是驻外机构 包括现在像红海 包括其他点位 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海外垃圾行动这是重点 所以让下一步呢 这个海上的这个经济航路 其他国家的驻外机构 像这些点呢都相当危险 因为下一步美国 如果对以色列提供全范围保护 除了对本土进行什么导弹 包括其他的保护之外 对于驻外的机构 包括各种经济贸易机构的 保护力度也会逐渐增加 所以这次袭击行动 会让以色列在中东的环境 变得更加危险 好的 另外呢 黎巴嫩珍珠党的证实 其高级指挥官舒库尔 在空袭中上升了 相关情况 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我们看到了哈马斯的领导人 和黎巴嫩珍珠党的 高级军事指挥官 相继遇袭身亡 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关联 最近一两串事情 特别是三件事情 就是以色列先是打击了野门 是以色列历史上 首次打击野门 然后又是刺杀了黎巴嫩珍珠党的 最高军事领导人 又暗杀了哈马斯的 最高的政治领导人 这三件事情里 其中两件是以色列是认为 他是被盾的 一件是主动的 因为打野门是因为 野门胡塞武装 打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然后打珍珠党 以色列说是因为珍珠党 袭击了以色列的足球场 但是暗杀那个哈尼亚 是以色列主动选择的 那么为什么他这样做 我觉得可能有两种 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一种是 内塔尼亚胡不想结束战争 因为现在临时停火谈判 正在谈 所以现在这样一打 临时停火谈判就谈不成 战争继续下去 另外一种可能是 内塔尼亚胡想尽快地 结束战争 他把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 消灭之后 就在今天同一天 以色列又公布了 所以他把哈马斯 是在加沙的爱好人物 戴夫也打死了 所以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 被消灭之后 那么内国以色列 在袭击过程中 有可能对各种细节 包括其他方案 有详细的这个方案和预案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就哈马斯领导人 预期伊朗可能下场 中东局势 恐进一步恶化的相关信息 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 也感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 再会